多 多這個字 注意撇的一個 四個撇的關係 通常是微微的一個 放射狀處理 我們來書寫 看看會碰到的問題 平一點 這個點 蠻重要的 這裡面的空地要把它安排好 如果太上面空地太小 它下面又鬆掉 多 十 十第一個要關注 我們在寫的時候是不是這個日 會不會寫太寬了 通常是這個問題 因為右邊的東西蠻多的 而且要有一個組橫畫的伸展 所以把日寫窄窄 它當部首的時候幾乎都是寫窄的 非常窄 兩個字畫靠很近 右邊在習慣上 書法家上面喜歡寫圖 這樣子平衡感是比較好 我們目前跟著標準字來寫 十 主橫畫伸展 這個直畫的一個左右 影響到整個行的行器 還有這個字的鬆緊 所以謹慎的擺放 點如果是柳公泉習慣 點在橫畫上面 但是我們一般 把這兩塊空地把它切割好 切割這兩塊空地 照這個字 第一個要思考 就是說我用什麼筆畫去伸展 如果是單獨一個招 也許我左邊用這個條去伸展 但是還好有下面四個點做伸展 所以我們的身體緊縮 然後讓這四個點可以伸展 我們來書寫一次 日寫窄窄的 瘦長的感覺 右邊寫刀實在是不好寫 因為這邊很粗 這邊有一個溝 覺得整個這邊就糊成一團 所以書法家們 他也許是這樣子寫的 或者是這樣子寫的 就是不太喜歡寫這個 我們目前一樣寫標準字 所以右邊就不要太重 好 上邊的部件稍微寫窄一點點 好 讓這四個點 來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點點點 來 這個斜脈要順暢 點 好